哈囉大家好我是詹姨 歡迎收看斜槓人生 歡迎我的來賓大師好伊白哥 耶 My name is Sean My name is Etienne My name is Joss So 要介紹了你雙鞋 Yeah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 Jump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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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來開箱他 Open 有力啊 Open Open 對 好 我們今天 今天最重要就是要來開箱 Please say English 好 Now we are unboxing Only Chinese ok No So open Open了嗎 Open了嗎 No no Open了嗎 整集都來英文 對 我把我這一輩子學會的英文全部講出來 我跟你講跟你拚了 快點嘛 喔 講話 好打開 OK Jumpman We are unboxing Jumpman 哇我覺得他光是盒子就超級可愛 你看他光是這盒子四面就好可愛喔 然後再打開裡面 Yeah WOW 18你拿出來好了 OK 超級可愛 謝謝 拜拜 幸福喔 哈哈哈 他的鞋盒裡還有一個袋子耶 而且這個袋子還有 Trevor Scott 的一個 Logo 跟 Jordan 的 Logo 然後呢接下來 而且這袋子其實很方便 對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就要拿吧 這雙鞋可以拿出來 好你拿出來給你拿 欸 哇塞哇塞 好香喔 真的 而且他很可愛 你看他的後面 就是這邊 其實看得出來這雙 Trevor Scott 的鞋 有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還有兩三個鞋帶 那是不是就七一大隻跟一八一隻 欸四個鞋帶 介紹一下唄 好其實這算是第一雙 他用 Jordan 的名義 但是不是出 Jordan 正代的鞋子 對 對 因為像以前道溝就是用原本的鞋 然後 對 道溝耶 然後做一點設計 對 然後這是等於是直接搞出一個鞋款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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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 用那個 Jumpman 的概念去做 是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 有點像 Trainer 的鞋型 但是又不是 Trainer 的鞋型 是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在 我覺得他很多 當然道溝是他的特色之外 我覺得他比較特別是 他第一次你可以看到 Jordan Logo 這邊 會有那個 這個 Travis Scott 本人特色的那個 紋路在這邊 對 Sam 他的每一個細節都做得很不錯 有什麼細節是提醒大家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我覺得比較多的就是 那個 Travis Scott Z 本身的一些 一些概念在裡面 像他這邊的紋路也好 他做倒溝 然後背後 甚至在鞋底的部分有那個 Jack Jack 有他捷克的那個 Jack Jack Rose咧 Rose 他怎麼還在 不是應該下去嗎 對 是Jack下去 是Jack下去 所以這雙鞋應該不便宜 對 顏色呢就只有這個顏色 其實他目前是只有這個顏色 然後其實應該在 原本預計在5月1號會出一個紅勾勾 那他最近又穿了很多配色 所以應該陸陸續會越來越多款式 因為這個畢竟是他自己 第一次設計的 鞋款 鞋款 然後所以 我相信接下來只會越來越多 他的配色 那價錢現在樂在哪 其實定價就不便宜 因為定價時 定價就要7200 然後現在的話 如果你要用resale price的話 基本上都要2萬 2萬到2萬5之間 對 那我相信因為他是第一個配色 所以價格的確會高一點點 那等到後面配色 或許有機會 會有在比較便宜的那個價錢去錄上 所以接下來的520 適合說愛你的日子 其實這雙鞋就很適合 對 送男朋友 如果你要 送老公 對 送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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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個新品 這一集叫我老婆看 送老公 送老公 對 我覺得這蠻適合 因為這一集是想要推薦 我們為什麼在這樣的節日可以購買 那另外一個新品大家還有推薦什麼 其實在5月1號的時候 有在上市另外一個款式 那就是那個 Coby八代的那個 Mambasita 又是Coby 對 Coby就交給你 Coby你說 就是大家知道Coby跟我們再見的時候 就是跟他女兒一起 對 坐在飛機上 然後就是紀念他女兒的一個款式 那天是不是他女兒生日 5月1號 好像是嗎 5月1號 好像是 而且那天大家看到訊息的時候 真的超shock的 我都還想說是真新聞 不是 是因為通常運動人都火滿久的 對 只是頭髮白比較快而已 對 然後肚子大比較快 對 如果說 如果說沒有再保持的話 那Coby八代的這雙鞋 就是 比較特別是想 有一點紀念 就對了 紀念Gigi的 也很傳 也很強手 對 他現在因為他在其他很多的細節 都跟Gigi有關係 比如說他在後腳都是寫2號 甚至有寫上Gigi的名字 甚至他整個鞋身都是用蝴蝶 來做一個概念 然後用黑白色去做 去延伸 那剛好那天又是Gigi的生日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一個蠻有紀念性 也蠻有值得收藏的一個 就是Coby Gigi的第二雙 六代之後 然後八代 所以他跟以前的Coby八代不同的是 他紀念價值當然每一代都不太一樣 對 那這雙特別紀念Gigi 我覺得是蠻值的 我相信 只要是要送給老公的 送給女生的 都很適合在這一支 送給Gigi 都可以 Gigi 這雙鞋子跟Gigi 我覺得都是蠻適合的 那曲奇那雙鞋大概價錢 12號 落在哪裡 我們朋友小裝的很便宜 大裝的很貴 其實貴的大概一萬五 一萬五 一萬五 然後便宜的話大概不到一萬 那怎麼樣價錢 現在大概收得到 一萬五左右 一萬三一萬五應該是有機會 然後大一點就是一萬五上 對 好啦 520如果大家不知道要買什麼 給男友 給女友 老公或老婆 這一集的鞋槓人生 希望對你有幫助 那如果真的想要送鞋給大隻跟一把 歡迎底下留言 12號要記得喔 那我們鞋槓人生 就下次見見囉 掰掰 送這張子沒錯 我們AERA02 在4月13號開始 我們就會有一個 筆記筆記 就會有一個叫 超速艙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問題就是 你只要今天下單 可能最快 明天就會有 感謝AERA02 提供這麼棒的服務 而且我覺得他們最棒的服務 是個韓國的假設計 沒錯 而且我們接下來 在4月13號開始 也會有一個線下的驗證活動 就是 你只要任何選擇 你只要一個想要驗的 那這個 就是我一起來味道不太對 等上我登記 我們就會幫你做驗證